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延伤 为了避免行政运作受冲击 华联市公所召开防疫会议 并且在人力安排上 以分散风险原则来做规划 有1分之1的人力必须要异地办公 会使疫情发展来做启动分流 降低同人感染风险 也维持市公所基本的行政运作 因应武汉肺炎疫情逐渐升温 华联市公所的防疫准备再升级 利用一个月时间不断讨论并且融入空间 目前华联市公所准备出四处地点 作为异地办公之用 包括回来生活一年教室 建峰生活园区礼堂 民情民运礼活动中心 以分散风险原则来做规划 有1分之1到1分之1的人力 必须配合异地办公 将会是疫情发展来做启动分流 在异地办公的部分 我们都预先规划 然后也希望说把该部署的东西 先部署完成 那等正式的部分 我们会听从上级的一个 比如说中央或县府单位 如果有下令的部分的话 我们就会开始来做整体的 来做一个分流办公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有相关的一个洽工的部分 如果我们正式启动的时候 我们会把相关的资讯 来做用各种媒体露出的方式 来让民众能够了解 其实在视讯洽工的部分 那也要看民众的接受度 那如果以我们公所的部分 我们也是朝向 是不是能够线上洽工的部分 就尽量线上洽工 不过也有卡到说 我们是基层机关 然后必须要上 比如说县级或是中央级的机关 的系统都能够改 我们才能够做相关的一个资料上传 要不然这样子来讲 民众可能还是一样 必须要有纸本的部分 来做一个填写 市长温嘉贤也指出 异地办公困难地方 是在于公用网路 因为资讯部分 有些要到其他公家单位做连结 因此流通部分 还是必须主意克服 至于公所员工上班 及民众进入市工作洽工 一律要量体温 耳温超过37.5度以上 一律不准进入 如果没有发烧 不过却有上呼吸道症状者 要求全程戴上口罩 如果同仁出现了 被居家隔离状况 也会利用远端遥控方式 做居家办公 会议以视讯会议来做调整 保障民众洽工权益 也保障通人安全 借学的情 华联市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